今天在宿舍里啊 跟我的舍友吹牛逼 他跟我说 他找了一位某天的饭子 买了一双废客 这时候我就说 废客 废客这能穿吗 穿在街上被人认出来 那不尴尬吗 OK 这时候他就说 他买的废客是什么 是他妈的高版本 甚至他妈能拼图过艳 我操我近待了 什么拼图过艳 OK 我不信 冒着实验出真知的真理 掉了渠道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么牛逼先 今天啊 给他整到了一双 这双 AJ1小迪奥 烟灰低帮的一个配色 说实话 这个配色 我是真的很喜欢 灰白配色 永远出不了 真的很好看 这个鞋子呢 三家跟我说 是目前母田的最高版本 他跟我说 可以拼图过艳 OK 那么今天 我就来试一下 是否真的能拼图过艳吧 那我们再去鉴定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鞋子做什么样吧 我们先看一下他整体的一个鞋型 鞋型做是真的没有毛病的 你看看这个屁股 屁股这里的飞翼完全OK 侧面 鞋子 飞翼人 logo 然后他我很喜欢他的一个设计点 然后他鞋子 他这里是个水晶底 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真的决定 OK 那我们就订问我们正题吧 我问了商家需要拼哪些涂产过艳 他说只用拼鞋子的内标跟鞋盒 基本是有50%的几率是可以过艳的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师傅真的能过艳吧 刚好 我这里有一双正品的AZE小迪奥 以后我们的鞋盒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试一下 拍一下正品的鞋子的内标 再用fake的外观去看一下 师傅能过艳 正品的内部 然后我们这里就直接用fake的中底吧 OK 等待鉴别中 鉴别贴别号181133716 那我们等一下 a few moments later 验证奇艺时刻到了兄弟们 那么就来看一下他的一个鉴别结果吧 我差 破天 牛逼 刚刚 以后 他